每当有人跟我说喜欢欧洲车的时候 我都会忍不住问他 你喜欢的是欧洲品牌 还是真的欧洲车的质感呢 如果你是确实喜欢欧洲车的驾驶特性 那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标志 之前我去标志电探店 跟很多车主朋友跟销售聊天 发现标志是不乏一些很忠实的粉丝用户的 标志的设计 标志的操控灵力特性是吸引很多人的 不过听说标志最近要做出一些很巨大的变动 怎么去变呢 要从这台全新的4008开始说 全新408最明显的不同就是中网 这个中网有名堂的 叫做心动点正式无边框中网 认真去看看 中网的中间位置确实像满天繁星点了很多点在这里 但是往外去延伸呢 这种点会一直拉长拉到一个个线条 隔山外面都可以有延伸 确实是没有明显的边框限制它的 有没有像满天的流星呢 这流星的尾巴这样慢慢拉出来 其实挺好看的 而且这种中网呢 也会让整个车的车头看起来更加横一点 更有气势一点 这一套中网呢 其实不单止4008 未来新的5008都会用上它 以后标志的家族视前面就是这样子的 灯也比以前用力很多啊 现在408全系标配LED的灯主 还有一个这么长的 鸟牙式日间行车灯 说它是鸟牙真的不过分的 因为你靠近看看 这个不是个灯带这么简单 它上面还有很多锯齿形的小纹理 非常的有攻击性 而且当你打转向灯的时候 这个灯带同时也是一个转向灯 这个灯主我觉得看上去非常的精神啊 新的4008还有银耳后世纪呢 哇这个识别度一定高 而且下车还叫要静止 这个我喜欢 进到车厢里面那是心动的感觉啊 我觉得标志现在这一条 在iCopy的座舱里面啊 非常符合年轻男生的需要 狂暴式的座舱 前面两个高位的大屏幕 这么小的方向盘 哇有种城镇式打电动的感觉 而且类似的用料相当的好啊 高级了很多啊 用料非常丰富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位置 三个角落就三种材料 这里有这么大一片 手感很好的奥根套啊 这里呢 所有看到下面这一块 都是软的材料来的 这边还有一些干擎的烤漆 搭配起来相当有现代家居风格 我觉得以20万这种级别的车来看 这种类似简直超吧呢 航空式的胆把没有变 但是下面的变速箱已经变了 现在全系都会用上爱新的81T变速箱 以后矿挡更顺更稳了 不过有些东西 标志是不会变的 就是操控 你看全新408 2米7的轴距 4米5的车长 典型四轮四脚啊 还有一个非常小 转向比例很快的方向盘 再加上1.6T加1.8T的动力 相信在弯中 全新408一样会让你开得很开心 其实这次标志最核心的变化 在这台4008上面都没有反映出来 在2022年标志会启动它全新的品牌logo 新的logo底下很多做法都会发生改变 比如会做得更加数码跨 电器跨 国际跨 高级跨一点 而跟我们更加贴近一些 就标志说会改善以前体验上面的不足 重点加强用车跟售后服务上面的一些体验 让各位买标志没有以前那么多痛点跟疑虑啊 所以说到售后服务 又是我探店小王子出发的时候了 标志店里面都在这个换logo的过程中 里面所有新的展示架都是这个新的标志logo 而且里面很多都会提及 换新上市新服务新体验 究竟新的logo底下标志会有什么新服务呢 刚刚来的手机去问他们销售 说网上看到新的标志很多服务很给力哦 是不是真的呢 所以说肯定是真的啊 他们早就在执行 而且很多里面的广告牌都已经在写清楚这种服务 就放在门口正中央的位置 你看这边 第一条我最在乎的保值率问题 一年85折 两年75折 三年65折 保值回购 这一种保值率的情况 已经是主流SUV的保值率情况 而且呢 开出来的条件 甚至比其他一些同样开过保值率条件的 品牌做的更加优厚一点 另外第二点 就自保的时间更长 去到五年15万公里啊 就五年15万公里来 有什么事 找回店里面 厂家帮你修好 你都不用出钱 第三呢保养啊也会延长 有五年六次的基础保养搞定 所以看到这么多的服务 是不是觉得以后买法系车再没有疑虑呢 一直说服务体验要升级 那究竟升级了什么呢 刚刚我特意去问了他们的售后经理啊 他们经理说现在真的很严格的 不满意就免单 我说免单免什么呢 他拉过来让我看看这一个展示架 这个厉害了 说得很清楚了 不满意就免单 不满意什么呢 很具体说明了 常规保养两个小时以内完成 为旅行就免单 交车前要经过三级的质量检验 为旅行又免单了 维修项目更便要提前告知客户 为旅行又免单 反正下面就一堆了 而且这一个免不免单 有没有旅行好呢 不是这边店说了算 是厂家的魁返电话说了算 厂家魁返电话问到没有做这一种行为 要再来这边去取证 再问客户 两边取证完之后 确实没搞定 那真的就要免单了 而且除了免单以外呢 下面还有一些代步车的服务啊 拖车的服务啊 这边还写明了 两个小时以内到达 没有到达的话也可以免单 你说严不严格 所以这种服务我觉得真的算不错了 当然最重要是店要够多 有了店之后才有销售跟后面的服务可言啊 所以标志也说明了 以前的旧店呢 也会做出升级跟整改呀 其实我觉得标志这一回的思路非常正确的 以我接触这么多标志的车 还有标志车主来说 我觉得标志的车 产品力真的没什么问题 关键是后面的服务呢 可能之前的有一些体验是不够完善的 现在重点在服务上面做升级呢 如果真实人落实好 增加买车用车这一般标志用户的信心的话 未来的标志可以期待